《道德经》中最实用的辩证式思维 趋则权 说的是 委屈反而能求权 大的胸怀都是被大的委屈称大的 有多大的胸怀 就会有多大的成就 网则直 一个人学会弯曲 才能够伸直自己 挖则赢 说的是水往低处流 一个人把姿态放低 才能够变得风盈 必则新 说的是破旧反而能够生心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少则得 说的是 一个人拥有的越少 新的收获才会越多 多则祸 则是一个人拥有的越多 他的困惑也就越多 塞翁施马 胭脂非腐 没有绝对的好坏 一切都处于无常的状态 好 谢谢大家